台中的顶级海鲜料理 他们从加拿大空运来的帝王蟹 还有来自阿拉斯加的龙虾 平均一只都要上万元 这么贵还是卖得很好 15天进口30几只 他们说最近一个月内 有6个人来 一餐就吃了4万8 老板从水族箱里 抓出了这只帝王蟹 它可是从阿拉斯加空运两天 才抵达到台湾的 帝王蟹有红色的跟棕色的跟蓝色的 那最好的就是这种红色的帝王蟹 另外一批装在水族箱里头 也都是空运来的 是加拿大龙虾 想吃帝王蟹和龙虾料理很简单 新鲜蒸熟之后就能够品尝美味 关节的部分把它剪下去 剪开之后 整块饱满的肉 帝王蟹的肉饱满 而且汁多味甜 光是用看的就会流口水 还有这只龙虾 剪这个的时候 要动一些些力气 直接把它剥开 你看满满的虾肉 非常好吃 不过满中美味不便宜 帝王蟹4公斤要16000块 龙虾1公斤也要3000多 北海道海螺1只1000块 斑点虾要1只200块 太平洋生蚝也要195块 有6个人来吃一餐就花了4万8 业者平均15天就要卖30几只的帝王蟹 一只要价上万元的帝王蟹 一餐就吃了4万8 等于是吃掉了一般公司经理及主管一个月的薪水 台中市长胡志强和前内政部长廖辽椅都是常客 这家店有15年了 消费族群非富即贵 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消费的气 周年新闻哪家倾城 例如台中报道